山河令龚俊火了 身为代言人 龚俊很敬业 但身为一个正能量的爱豆 他发文超话表示 真心话 量力而行 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最重要 在评论补充道 关注我 其实就很开心了 过好自己的日子 龚俊曾接受采访表示 我不喜欢去不要这样了 稍微支持一下作品就够了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 过好自己的生活 不要去浪费钱 对于自己不重要 所以我不倡导这些 不要这些 呼吁理性追星 导演说龚俊心态很好 火了也没有膨胀 依然非常敬业和努力 龚俊真的是人间清醒 好多次都提到要量力而行 很多都是学生 花钱买代言 都是花父母的钱 有学生为了买东西 把生活费用来买代言 太缺钱了 去贷款 也是为了粉丝考虑 这样实在是太正能量了 因为有时候一些粉丝 年龄很小 需要正确引导 不要乱花钱 对此你怎么看呢 我会给你 大刀 不给你 什么都要因为 怎么办